上星期,世界馬壇舉行了多場一里賽事 其中日本賽區前人足跡和純正之輝 在維多利亞一里賽的激鬥 可以說是精彩絕倫 第18屆維多利亞一里賽 雖然在雨中進行 不過也沒有了一種日本馬迷 對百無名聲馬純正之輝的支持 現場歡呼聲此起彼落 歷真遺免的純正之輝 這次要面對多匹敬敵 包括大熱門、兩貢民主 升映天下 和安田紀念賽得主前人足跡等 起步不久 原本排排最外檔的上正之輝 已經火速攝上來大約第二位 跟著前面的落桃園跑 緊隨其後是李無華所期的 大熱門、升映天下 而前人足跡就留在馬群中間位置 到了最後階段 上正之輝在連達文框下順利出頭 反而升映天下騎下去 沒有他那麼厲害 原本以為純正之輝 可以順利殖奔終點成功衛免 誰知這個時候 奈娜殺出的情咬禁 就是由護旗歸泰拆騎 後徑相當凌厲的前人足跡 兩盒賽區叮當碼頭 在末段鬥得難分難解 結果前人足跡僅僅在終點前 壓過純正之輝 險勝維多利亞一理賽 至於勝映天下 就維持走勢跑第三名 前人足跡去年 贏完安田紀念賽後一直有遠征大計 可惜因為受傷影響計劃 今年在沙特復出 力增衛免1351草地短途錶標 不過大敗而回 這次奪得競賽生涯第二場一級賽勝利 足以證明回復水準 下個月的安田紀念賽 就輪到他擺擂台 而法國方面 就上演了兩場經典賽事 其中法國二千堅尼 同樣出現不斷單打獨鬥的場面 這屆九匹參戰馬之中 有五匹是英國和愛爾蘭的代表 而賽事焦點落在蘇明龍拆騎的 主隊馬美國花旗身上 介應他輕鬆贏出指標戰 風丹百老大賽 不過美國花旗的命運 似乎很早已經奠定了 因為他起步萬集 而入到最後直路 英國代表建州立國率先透出 旁邊的道安文猴 在八米高吹拆下 三下兩步已經上來 而且越騎越有 成功超越建州立國 相反,美國花旗太遲才找到位網空 結果三甲不入 道安文猴協助連馬斯、孫達治 轉戰法國後首次贏出經典賽 馬主旗下的喜鳳王族 上個星期在英國二千堅尼 任行屈居亞軍 幸好這次有道安文猴 替他保重,控制歐洲經典賽 而黎敏韜以及客建輝 這對騎連組合 攻擊法國一千堅尼 二人合作的電彩眉 以輕鬆姿態,大熱論遠 這拼馬素爾大賽得主 到末段虛騎下,成功逃脫 拋離對手,賺贏賽事 後面由盜門樂拆騎的靈堤 雖然追得不錯 不過未能對電彩眉構成威脅 繼上將巨老都錦標後 再一次不敵電彩眉跑第二名 至於澳洲方面 新一代短逃王正式誕生 上個月攻下全靈錦標的 勁力晚擊在星期六再下一城 勇奪一級賽,東均一萬錦標 這場昏氏蘭省舉行的賽事 一共有10匹賽區競逐 最後階段,前面登天橋率先透出 不過勁力晚擊在偉紀力跨下 顯得非常輕鬆 稍微吹拆已經立刻交出反應 成功追過登天橋和滿志順利贏馬 即將踏入四歲的勁力晚擊 將會稍作休息 未來繼續以遺免珠穆朗馬峰錦標 作為今年的終極目標 這星期六,我們將會轉播新加坡 黑蘭之一里賽和英國樂景潔錦標 隨著勝千里在上年底退役 哪一匹一里好手可以接班呢 到時大家記得要留意一下